可以加散装汽油吗 开不起七八了 没到一千六没到一千六 我这真是又到了加油的时候 加油 在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还要雪上加霜 给他吃饭 现在一个油箱是加了82升 谢谢 第二个油箱 油价好像又涨了 我记得别的地方油价没有这么贵 没有吧应该买 九块四了 蹦蹦 开不起七八了 怎么办 开始直播带货行不行 没到一千六没到一千六 这边可以加散装汽油吗 散装汽油给你讲 它是要在上币站 铁桶 我有铁桶可以吗 可以 因为我看到 我卖这个专门的备油桶 有些青海云南 靠近一些边境的地方 其实都是同意加散装汽油的 那我加一桶吧 这个路上万一还有需要油的朋友呢 这里就是我的备油桶 一个油桶一个水桶 加满吧 请确认 四号枪为您加油 很多人都觉得加散装汽油不合法 实际上是合法的对吧 这里有一个散装汽油油体管理的 这可以分享给大家了 谢谢 谢谢 275公里了 谢谢 啊这二十什么170度 四号枪加油19.35升 第一次170 这二十升又加了170度 现在我就全车就携带了200升汽油 可以跑1000公里吧 加油1508 散装汽油180 这就是78车主 你说是开心呢 还是开心呢 不得去前头拿钥匙去 因为它是前后锁 不是通的 它一个钥匙只能开一个锁 纯机械的 没有一个遥控器 那我要好好回去工作了 多挣点钱 希望以后能实现加油自由 加油 拜拜